你好 欢迎收看4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备受各界关注的台九县玉里大桥到东里道路拓宽工程 今天是由公路总局长陈文润主持的动土典礼 进两区中卫立委复昆旗还有多位县运和各乡镇所的首长都参加了这一场仪式 全线7公里的施工路段将拆除重建沿途的6座桥梁 道路拓宽成双向4线道 总工程计费将近有41亿元 预计在116年要完工 由公路总局局长陈文润主持祈福 并与前来管理的县长许正卫立委夫昆旗以及施工厂商 南区四乡镇首长等嘉宾持产动土 台九县玉里大桥至东里道路拓宽工程也正式动工师做 我们要做的这个工程是百年的工程 所以就是说断层的这个影响 河川的一个影响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 那我们交给的是我们的树花改工程处 我们会一起来把这一个工程做好 百年的工程我们要做得更好 所以找到的团队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有很好的团队 我们的这个设计的团队是台湾市西 建造是中心工程顾问公司 那我们的施工的厂商是瑞丰营造 台九县玉里大桥到东里路段全线7公里多的施工路段 公路总局以安全景观人本生态四大面向为主轴 导入景观先行的设计概念 除了将拆除沿途六座桥梁 并且将道路拓宽成14米宽 双向四线道的规模 总工程经费将近41亿元 预计将会在116年完工 在我们计划的安全跟景观的部分来讲 在维持这个不变的上面来讲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的设计上面的一些围桥 来符合我们local性的生权 短短7公里的道路拓宽工程 包含了去年受0918强镇重创成围桥的玉里大桥 拆除重建工程项目在内 南区交通重要枢纽 因此也备受地方重视 在杨立泽喜庆之情之余 更是有诸多的期待 真的非常非常的恭喜 真的是花莲在办喜事 尤其在南区 我想在玉里大桥要改建 这是我们引颈期盼非常非常之久 那整个花莲县的台九县 无论是台九拓宽工程 或者是现在的景观工程 这是对于台湾 东台湾整个交通非常重要的命脉 最重要我们玉里大桥这个大桥 还要算系数每一年 我们的土地要长高两到三公分 还要让这座桥保用50年 这是个非常庞大 而且震撼的工程 我们再次的谢谢我们交通部的团队 来为花莲所做的建设 公路总局九号任劳举行 祈福动土典礼后 接续展开长达四年的施工工期 除了工区范围 道路警示 指引照明等安全措施 县长许真卫也期盼 地方乡亲民众在交通黑暗期 都能共提时间 记得石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